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无饼二鱼 请大家聆听 复活期第二周 星期五福音 攻读圣洛望福音 六章一至十五节 这时以后 耶稣往加利利亚海 就是提伯利亚海的对岸去 有一大群人 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 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 耶稣上了山 和门徒一起坐在那里 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耶稣举目 看见一大群人来到他面前 就对菲利伯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给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 是为试探菲利伯 因为他早已知道要怎样做 菲利伯回答说 就是二百块钱买的饼 也不够每个人分一小块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满波多路的哥哥安德雷说 这里有一个儿童 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但是 为这么多的人 这算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吧 那地方有许多青草 于是他们便坐下 男人约有五千 耶稣拿起饼来 住歇后 分给坐着的人 也照样分了鱼 让众人认一吃 他们吃饱以后 耶稣对门徒说 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 免得糟蹋了 他们就把众人吃剩下的 五个大麦饼的碎块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筐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人确实是那样 到世界上来的先知 耶稣看出他们 要来强迫他坐王 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这类的兄弟姐妹 耶稣用五柄二语 显奇迹的故事 可以说对观福音 和洛王福音都记载了 对观福音 就是指的 马窦马儿姑和路加 因为他们这三部福音的内容 都是相对的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就是相同的内容特别多 只有洛王的福音 他写的歌诗 内容几乎都不一样 但是 在洛王福音当中 也有几部分内容 和对观福音 是一样的 这就包括了 这个 耶稣显五柄二语的奇迹 但是其他的一些内容 是 三部福音里面所没有的 比如说 便谁为咎 其他福音都没有 等等 我们今天不讲其他的 就讲这个 耶稣显这个奇迹的事情 耶稣显这个 无饼而鱼的奇迹 虽然都是一致的 在这三部福音当中 也能照顾人的物质生活 也能照顾人的灵性的生命 他通过照顾人的物质生活 这一个事件来做铺垫 让众人能够明白 他就是天主 他就是天主 他可以给人生命之良 既可以给人现世的生命之良 也可以给人永恒的生命之良 在这段福音当中 我们看到 是耶稣有意的 来显这个奇迹 在这里呢 多了一个其他福音 没有的内容 就是耶稣问菲利伯 说我们从哪里买饼 给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 是为试探菲利伯 因为他早已知道 要怎样做 从这句内容上 让我们看到 耶稣显这个奇迹 他是有目的性的 他的动机 就是为了后来去讲 天降食良的道理 来做一个铺垫 说明自己就是 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良 在这里呢 又提到 西满的哥哥 安德雷 他也站出来说 这里有一个小孩子 他有五个大麦饼 和两条鱼 但是这些东西 为这么多的人 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 当时的安德雷 他完全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 的确 五张饼 你再大 也满足不了 五千人吃 而且男人约有五千 那加上女人 加上孩子呢 那就上万人了 的确 这 五个饼 两条鱼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耶稣 他有他的办法 他拿起了饼 助歇后 分给众人 也拿起鱼 让众人任意吃 大家已经看到 是任意吃 他们都吃饱了 在这里 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下 这个儿童 他自己 如果说 他不相信耶稣 他不愿意把这个饼和鱼 献出来 当然耶稣 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献奇迹 这一点我们能够相信 不过呢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小孩子的 慷慨奉献精神 他相信耶稣 能够因着这 两张五个饼 两个鱼 来满足众人的需求 的确 耶稣满足了众人 众人不但是吃饱了 剩下的碎块 还有装满了神 从这里让我们知道 耶稣有的时候显奇迹 就是天主也会通过 人来彰显他的奇迹 我们不要想 一提到奇迹 就是凭空出来的 不是的 有的时候天主显奇迹 会借着一种媒介 比如说犹太人 他们有一种信仰 比如说感冒了 我吃了一片阿比斯林 好了 他会说 感谢天主 天主通过这个药 治好了我 他不是说药 治好了他 而是天主通过这个药 治好了他 同样 我们今天 假如有病 去医院 那医生 治好了我们 当然生病的时候 我们也会祈祷了 那就是天主通过医生 治好了我们 这就是奇迹 因为天主造了医生 就是为治病的 天主造了药 是为让人去治病用的 因此有人不相信医院 不相信医生 不愿意用药 认为直祈祷就好 这本身也是相反天主旨意的 我们要顺同天主的旨意 因为天主彰显奇迹 往往也利用一些媒介 就像今天这个奇迹 天主用这个小孩子的五张饼 两条鱼 显了这个奇迹 保育了五千人 耶稣显这个奇迹的本质 我们讲了 就是为了他 后面将天国的神粮 将自己是生命之粮 来做比喻 也就是为生起圣事 来打下基础 在这里我们再强调一下 就是天主既能满足 我们的物质的需求 更能满足我们 超性的需求 因为他是天主 因为耶稣是天主 当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投降他 只要我们信赖他 我们就能度过 我们所有的困难 我们的所有的困难 都不算什么 都能在他面前得到解决 我们的困难 感谢观看